中央气象局最新的资讯清晨5.37分 发生瑞士规模3.5的地震 地震的深度是9.6公里 镇央位于台东县的路野乡 最大的震度是台东县三级 好我们再来看到6.8的强震重创花莲 其中位在于玉里镇的春日国小 接连的建物的廊道倒塌了 导致建物歪斜有安全的疑虑 所以19号晚间县府调来的大型器具 进行拆除的工程 挖土机来来回回要把地上 大批钢筋水泥彻夜给运走 918大地震造成花莲玉里 移动三层楼防倒塌 继续陆续清除部分残壁 立平9月19日拆完并铺薄油 9月20日早上恢复市容交通 花莲县长徐真伟也到现场 视察关心拆除进度 现在就是重建 所以今天也会看得非常地多的地方 当然还有非常多的 无论是民宅 或者是非常多的这个 道路变形 中央地方能够一起来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赶快恢复日常生活 工程人员过滤被压在砖瓦下的物品 陆续找到超商的两台收银机 还有屋主的保险箱 由警员护送到玉璃所清点金额 还有ATM金库也找到了 现金至少150万 另外大型机具进入到花莲玉璃春日国小来来回回 由于地震影响连接建物的廊道倒塌 导致建物歪斜 校舍受损严重造成围楼 已有安全疑虑 县府调来大型机具进行拆除作业 不少校园都还在整理环境复原当中 花莲县部分学校9月20日采线上教学 包括玉璃国中东里国中吴江国小等学校 春日国小则是本周都才线上教学 918地震过后 民众慢慢恢复家园生活重回正轨 再带来的恐惧惊诧恐怕难以忘记 记得刘几娇花莲报道 在大地震中受创的花莲玉璃春日国小校舍正损了 经过了济师评估之后呢 校方已经在19号晚间 先从受创最严重的狼道开始拆除 详细的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吴亦轩 是的 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 校园内打折探照灯 让破碎机和挖土机能在暗夜中续续作业 深夜里挖土机马不停止的工作 夹起建筑残骸 清理破坏后的现场 工人也拿起水管洒水 避免粉尘过多影响作业 这是花莲玉璃镇的春日国小 因为大地震重创 连通走廊崩塌 大楼水电管线破裂 转动校舍严重回损 进到歪斜 已经变成围楼 县府立刻启动拆除作业 包含春日国小在内 花莲县有多达27所学校回报灾损 玉璃国中永峰国小 无疆国小和玉璃国小特交班 20号再度停课 改采线上方式教学 以上最新主播 918的强震 造成台铁花莲站到台东站之间的路线中断至今 今天仍然维持累火车的接驳 不过一早就来到中继站的玉璃车站 搭车民众却是抱怨连连 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黄玉璃 观众朋友早安 持续待年来关心强政过后的花莲 由于现在在花莲到台东之间的铁路 依旧是中断的 因此台铁今天依旧是派出了累火车 来接驳这些民众 因为这个权限恢复还要至少一个月以上 而我们今天现在来到的是玉璃车站 也就是从花莲到台东之间 一定要在这边转成的一个车站 而可以看到在我旁边 就是现在我们早上要接驳的公路客运的累火车 而我们也来到现场来持续带你来看一下说 其实有民众到这边依旧觉得说很不方便的 我们先来听一下民众的说法 不好意思来请问一下 今天是特别来这边搭累火车吗 对 那会觉得说现在这个累火车还是比较不方便吗 对可能时间会比较久这样 怎么说 因为像我那到高雄的话 所以要转两次 所以会比较麻烦 那现在一个小时一搬车的话 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点久 对 怎么说 可能就是 假如要到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还要提早这样过来 很方便 对 好的可以听到旅客是抱怨连连 表示累火车一个小时才一搬车 甚至有时候车子来的时候 座位还甚至满了 没有办法上车得要再等一个小时 另外也有人是批评 这个累火车是站站停 没站都停是相当的耗时 而且甚至不仅是搭不上车 现场没有加班车的问题 而且还有旅客说 台铁官网甚至完全是查不到累火车的时刻表 甚至是在台铁工会之前发起 五一步加班的时候 那时候连官网都有这个资讯专区 但是这一次强证过后 台铁停驶的时间是更长 长达可能一个月 却完全没有官网的时刻表 让旅客觉得是相当不方便 而且旅客抱怨 这个累火车站站停更是相当的耗时 比方说以台北到台东来说 旅客必须先搭火车到花莲站 再转乘客运到域里 然后再换另外一班客运到台东 那如果是顺利衔接的话 从花莲搭到台东 也最快至少要4.5个小时 而原本搭普庸马或是太鲁格 是只要1.5到2个小时 这个时间差距是至少是两倍以上 那对于旅客抱怨连连的状况 台铁也在今天早上紧急加开了 这个直达车的班次 表示他们是会在原本固定的时刻 每个小时的时刻之间 再穿插一些直达的车辆 让旅客可以加紧输运 也希望可以赶快来接驳 这个强证之后的输运问题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玉里车站 为您掌握到的最新现场 我们把时间交感彭电主播 近期东部地震频传 媒体报导使用建筑物桥梁倒塌的画面 NCC表示已经通知了卫星工会 以及无线电视学会 转知会会员启动自律的机制 不宜再重播建筑物倒塌的画面 应该加注稍早画面或者是资料画面 避免民众的恐慌 卫星工会也表示将在新闻画面中 配合注字文记 母Kanel受到918强震的影响 玉里有多处重要的桥梁都受损了 连接台9线和台30线的玉里大桥 也出现路面隆起的状况 我们把现场连线的状况 连线给记者游涛 好 主播观众 吃虧来对您关心强震灾情 那因为这个918强震的影响 其实对花连线玉里镇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其实不止高辽大桥倒塌 在记者下所在的玉里大桥 也是出现了路面受损的情况 您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桥梁的路面 是已经完全的隆起 那么这个伸缩缝的后方 路面是大面积的隆起 918当天甚至有民众 是差点撞上了这个突起的路面 可以说是相当的惊险 而玉里大桥的受损位置 也多半集中在这个北上的路段 但19号下午5点50分左右 是已经抢通了 将南下车道作为调拨车道 让北上的民众 不至于说无路可走 那因为这个桥路的方面 其实都有 桥头方面 其实都有这个地面隆起的情况 那相关单位呢 目前也已经将这个隆起的部分 是把它铺上薄油 让这些车辆至少能够通行 但是您可以看到 其实在今天 也就是20号早上呢 其实一早就出现了不少的民众 来通过这个桥梁 但是呢 因为它就算是铺上了薄油 但是那个南北向的 南北向来往的这些车辆呢 经过呢 都还是相当的小心 那目前相关单位呢 就是先将它铺上薄油 让他们能够通行 那另外因为板块运动的关系呢 玉里大桥 其实每年呢 都会以两到三公分的速率在上升 也会形成一种 会另类一种 会长高的桥梁 也是全球为二建造在这个 断层上的桥梁之一 那虽然说本来就建造在断层上 但受到这个6.8强震的影响 玉里大桥还是出现了一些受损的情况 那19号 19号交通部长王国才呢 也南下到花莲这里来视察 同时请这个公务总局评估 桥梁是不是有办法做直接改建的动作 但因为玉里大桥是台9线和台30线的共用桥梁 如果说要改建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南北向的交通 这个配套措施要怎么研你 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 以上就记得在玉里大桥的最新情况 将旋径头转给棚内 我们再来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